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像宗庙里的胡莲一样 又像是我们家的兰花和线桃一样 又像玉一样温润的品格 常常让我觉得很稀美 你看他在回忆的时候 整个线条是极其流畅和轻快的 甚至我非常喜欢他的兰玉这两个字 他的那个结构和他秀气的线条 你仿佛觉得有一朵兰花开在你的面前 然后他慢慢回到现实 回忆起他的哥哥和他的橘子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整个笔触一转开始厚重起来 尤其说到贼权庸重不久 这个是严真心反复圈掉 但是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很清晰的看到 那个时候唐军这一方有一个叫王正业的 他都只有有众多兵力 但他就是不去见人 这个结果就是 孤宠违逼 腹献子 孤宠违逃 严真心大声的激呼 上天啊你怎么就那么不长眼 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就让他这样结束 到最后连绳子都长不到了 只长到一颗头 我拿一百个绳子都伸不回来啊 整个写到后面的时候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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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几乎只剩下一些条 当我看完了这篇记质文稿之后 我发现我身边的有些朋友 他们其实也会联络我 但我想我们不是严真心 我们没有他当时那种巨大的悲痛的心情 所以即便我们能够联络出那个心 我们也无法再附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记质文稿 古人说书心化眼 好的书法其实写的是心迹 所以当我真正走进这本作品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真正打动人的 不在于技法本身 而在于这个作者 当时的心情 这个作品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去过台北故宫 好几回的 每一次的五元得见 因为书法作品 它很难能够保存 所以不会经常 被拿出来展览 但前段时间 我听说 它被借到日本去展览 我觉得日本的观众是幸运 因为他们有机会 能够透过这些书法作品 穿越前面 再次与一真心 面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